鹰儿出生 本期乡土带您走进三岁县 看穷水河畔人家的生活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乡土 三岁县位于贵州省的东部 境内有一条穷水河游西向东 途经三岁县的五个乡镇 下游的洞族用打三招的方式 来庆祝婴儿的降生 而上游的人们沿袭着几百年的老手艺 穷水河全长八十多千米 这条看上去并不宽阔的河流 滋养着一方百姓 在穷水河下游铜林镇 是三岁县洞族的聚集区 在洞乡非常重视婴儿的诞生 不管生男生女 孩子出生的第三天至半月内 都要举行隆重的庆贺仪式 叫做打三招 徐昌陪家新添了个小孙子 一大早就开始张罗亲戚 准备给孩子外婆家报喜的礼物 男孩子要拿个攻击 女孩子要拿个直接 对个姑娘啊 对个男子啊 他都看这个鸡子下来 还想攻击个胸啊 长大很灵力的嘛 八个八 八个蛋 一个红包 一包糖 一包饭 红蛋代表是红鞋 一般是四个八个蛋蛋 那十几法才也可以 那八华也可以 打三招 挖着才乖 然后才打得快 都没斗毛病了嘛 孩子的叔公徐昌陵 带着孩子的父亲徐勇 去孩子外婆家报喜 初为人妇的徐勇 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干什么干啥 保喜 大来要福啊 我们今天也签个身 签个外申宝宝 女儿身子骨弱 打小就是父母特别关照的对象 二老也只有一个女儿 更是作为掌上明珠来对待 听到女儿平安地生下了外孙 外公外婆很高兴地 张罗着客人喝茶 吃水果 感谢啊 这个小小鞋 没请亲爱你啊 感谢你啊 之前你都在那里 三个城里去了啊 好好好 感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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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们一看好了 都盯到这个 十八 姐姐们一起 好 好 好 是吧 十八 好 好 好 接下来的日子里 外婆家就会拿上红蛋 去通知亲戚准备小孩的礼物了 到了与外婆家商定的日子 就要举行打三招庆典 打三招又名请州米酒 徐昌培说 老一辈的习俗是要庆祝三天 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为了不铺张浪费 现在打三招只在一天举行 但是礼数和仪式一样都不能少 徐昌培带上了黄纸 香 饼干和茶水 来到圣德山上 在山上供奉着圣婆 圣婆为北京的满满的好色 这是我们当初 非常幸运的一个圣 每一家圣的孩子 或者是又让这大好色 都要来祈求圣婆 要分圣婆保佑我们 今天我们的圣的小孩 都往圣婆老人家保佑小孩子了 一长一大一成人 有这种心情 传说圣婆为北洞创始女神 能为大家驱邪避灾 保佑族人代代平安 圣婆在我们当地老百姓的心中 有着崇高的地位 她当然也是老百姓 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 为了祈祷平安也好 或者是祈求福气也好 那么都会来祭祀圣婆 以图心灵的安慰 中午时分陆陆续续 外婆家的亲戚挑着礼物 到外婆家集合 外婆小心地检查着给外孙的礼物 生怕少带了东西 委屈了外孙 小孩用的嘛 基本有啊 这个就是玩具啊 鞋子啊 什么都藏用品啊 就给他们准备了 小孩嘛 以后都要用得多点了 就基本就毙了 四十鸡啊 四鸡成村啊 以后啊 吃啊 生气健健康康的了 打三招的客人 以女客为主 当地有男人不打三招的说法 目的是为了方便女性在一起 可以给产妇传授一些育儿的方法 同时也源于北洞 对母系氏族的崇拜 当外婆家的人快来到时 主人家需要提前到大门口唱山歌 放鞭炮行街 主人家给客人打水洗脸 大家围坐在一桌 先喝茶 再喝甜酒 最后再吃小吃 挥减八 栋家打三招时 外婆家的人是受人尊敬的 充分体现了栋家的待客之力 我们知道栋家是拿来给鞋的 跟小孩洗澡 小孩子就乖乖的 就快快长大 三招就可以了 我们这是单的 不用霜的 动家的红手嘛 单的就是给鞋的 霜的就给不到鞋 这个东西会追人的 就用开水来烫住 就拿了水来帮他洗澡 就可以了 倒水跟生生洗澡 生生乖乖 一大一成人 火麻草遮到人以后 会起红斑 疼痛难忍 动家人认为 用火麻草给小孩洗澡后 小孩以后不管经历什么磨难 都会健康成长 在冻乡 小孩刚出生时 是不除物的 打三招时才能抱出来 享受一家人的欢乐时光 穷水河边 餐桌上当然少不了鱼 但最具特色的 就是大块的猪肉做菜了 你家今天做了多少道菜 是六道菜 这个是大肉 我们这个东家的特色 特色菜都是这边 猪后腿肉整块下锅猪熟 切成大块 放上咸菜 上锅蒸 就做出了肯而不腻的 洞家镰刀肉 你多吃点 嗯 大块的肉吃起来 大口的酒喝起来 酒歌声声 邓家人对女性的尊重 对新生儿的重视 也许就是一个家族得以繁衍生息的原因 沿着穷水河的上游行进 河两岸是肥沃的农田 相传稻田中一株水稻 长出三只稻穗 三岁献明由此而来 经过三十多公里的山路 就到了八宫镇 明天宋子权的儿子就要出门打工了 今天宋子权一家 要为儿子做一道他喜欢吃的美食 灰剪八 宋子权从灶台下铲出木灰 放在筛子上 把杂质筛干净 这个材质费有减 其他的费呢 减性不就是减好 这是我们平常生活煮饭 收的木材费 这种比较的 它的口感比较好 有个卫生 但是最好的费 还有一种费 就是我们的 麻利材啊 会不会有人觉得 咱们用灰做这个 八八的话 会觉得不干净 没有 我们这个是比较卫生的 泡过 清泡过后 还要淘干净 淘干净再过来清洗 再打成浆 这样就比较卫生了 宋子权说 用现在的食用碱 做不出灰剪八的味道 灰剪八在三岁 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 在没有发明食用碱之前 智慧的先祖 就用灰剪来做食物 沿用至今 人们也已经习惯了 灰剪八的口感 才泡成灰 来做八的时候呢 它才有对 对人的口味 才比较好 实际比较好 大米和木灰 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混合 充分搅拌均匀 加水泡十二个小时 从我的爷爷奶奶 他们住下来的 我奶奶死到九十九岁 2006年才过世 所以我们就一直 遗传下来到现在 经过无数次的淘洗 把木灰洗干净 大米的表皮脱落 颜色发亮才算好了 由于宋子权做灰剪八的手艺好 近些年 他也会到一些市场上脉 淘干净为止 淘了搓搓了再淘了 比较辛苦吧 但是为了生活 也就是以这个为直列了 宋子权和妻子 吴世琼结婚三十多年 每次磨了米僵石 都是夫妻俩合作完成 虽然现在有了电动末将的机器 为了追求灰剪八的口感 他俩仍会沿用传统的石墨 宋子权的儿媳妇李国锐 嫁到宋家已经有四年了 在宋子权夫妻俩的传授下 现在已经会做灰剪八了 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 经过三十分钟后 米浆变成糊糊状 搅拌的时候会更费力气 需要不断地换人搅拌 等米糊接近七分熟的时候 才可以出锅 李国锐的小女儿 闻到厨房的香味 情不自禁地抓着盆牙的米糊吃 这一幕在我们儿时也曾发生过 妈妈在厨房做饭时 给的一口菜一块肉 事隔多年一样的忘不掉 融入了我们对家的深深记忆 也许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之前也是有人来采访的时候 然后那有个小伙子 他这我这样做得很好玩 然后有人试下 结果把手就洗 弄洗碗了 李国锐说 这是做灰剪八最难的 揉得不好都不能揉成团状 揉好后放在事先放好的 把架上蒸 作为父亲 儿子远行 晚上当然要准备一桌好菜 宋子泉到自己的池塘边 抓了两条养了三年的大烤鲜鱼 这么多不胃 就是放在肠里面 不胃鲜鱼 不胃鲜鱼 胃鲜鱼口感不好 这种长江大口年卖五十 鲜鱼就是要吃它的鲜叶 它比较浓 它的口感就比较好 鲜鱼那种 不胃鲜鱼的 它就没有那么多鲜叶 所以口感比较糙 宋子泉利用良好的穷水和资源 野生放养鲜鱼 在他心里追求天然的饮食 也希望把大山里的绿色食品推荐出去 以后高铁车站也修好 在这里面开个农家楼 全部用的是原生太太吃法 全部吃的楼菜食品 那就是我的梦想了 经过蒸四个小时 灰碱和大米充分发酵融合 灰碱巴终于可以出锅了 儿子要去打工 就给它带过去 在广州那边吃 那边没有 也就是我们在家乡有 给它带过几十星去 都喜欢吃 他们的工友 欣赏用我们带过去 这里一般红细 红色 就是节习户 嫁姑娘 这样就要 必须要用了 就是拿做主食 吃灰碱巴开胃 亦消化吸收 灰碱巴是三岁人 广为喜爱的一种美食 常用做早餐 夜宵 在当地的吃法 还需要做几样配料 酸菜 胡萝卜丝 干豆腐丁 分别下锅炒熟 灰碱巴切块 盛碗备用 忙活了一天 一家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吃上一顿晚餐了 看着儿子吃得很香 父亲很高兴 父爱如大海般生成 在宋子权的心里 希望家里条件改善了 儿子就不用出去打工 一家子能团团圆圆地生活 顺着泉水和沿岸的路 继续向北行十几公里 就到了一个叫借牌的村子 今天杨再祥和叔叔杨秀龙 上山去砍些竹子 做土法造纸的原料 他们称为竹马 竹林里的竹子密密麻麻地生长着 竹叶挡住了太阳光 人在竹林里显得会很压抑 砍马的时候相当的 我们看见马它可以用一年的原料 它只是短短的半个月时间 都把它收集好 山上就两个阳组织困了 老围的一手竹马 天上的村子 借牌村被称为万亩竹海 据说早年间 杨家先祖逃难来到这里 首先看中的就是满山的翠竹 把竹马扛回马塘边 就到了考验刀工的时候了 一刀下去 竹马一分为二 我国用竹子造纸的历史由来已久 明代宋印星的天宫开悟中 就有详细的记载 把竹马放到马塘里 撒上生石灰 三个月后就可以洗马了 这道工序是最艰苦的 碱性很强的石灰水 最容易灼伤工匠们的手脚 同时要把石灰洗干净 把洗净的竹马挤压 上面盖一层稻草保温 让竹马发酵腐烂 褪去青色 这道工序叫渣麻 半年后 发酵好的竹马变得酥软 石灰没有洗干净的竹马很硬 造不了质 石灰比较洗干净 石灰它没有洗干净 它就不会烂 它就由它保温到其它不会烂 它就是硬的 你看它自己洗干净的 它是软的 这个地方是硬的 切不动 竹马经过十年的挤压 变得粉碎 这个一般都是用人 或者瘤 现在瘤它的根纯线 都是人粘的 即使打那个 它没有这个臭子好 打那个筋直接切断了 它臭水的纸都粗糙 这个筋它粘了 它不断 它又把它撸出来了 它这个臭水的纸都稀爽 稀粘 它的质量好一点 老百姓它就喜欢买这个链子臭的纸 在采槽里需要不停地踩动 直到把竹马里的颗粒踩碎为止 把竹马放进旁边的大水槽 用打纸棍 将纸浆打散 杨在祥说 造纸用的水 是从穷水河引进来的 造纸用水要求很高 不能有杂质 同时水里还需要加入一种特殊的原料 我们这里还是选择米红桃 纸条嘛 它吸到重洗光发脱力和旋浮的作用 它吸到十大功能 没有它走不起 这种选拳 加多了它不行 加多了它炒得太薄 它是吹的它就不脱 如果加少了你炒不起 它成不光的 它不能分离 这是技术 把纸浆搅拌均匀以后就可以超纸了 看起来超纸并不复杂 每个超纸师傅的手法不同 超出的纸张质量和厚度就不一样 如果仅仅学习超纸这个环节 就要苦练一到两年的时间 杨再祥说 超纸的是徒弟 压纸的是师傅 可见压纸的难度 压不好 前面所有的工作就都前功尽弃了 压纸要慢慢的 不能快 一快的时候炸到 它水出不来 它都破开了 它炒的时候它有那个边 它愿意刺下去进去 如果你解的时候你没把它刮了 它有车破纸 然后你都把它刮了 它就光滑了 把它打碰切了嘛 打起来一点 它然后接 你没打起来 它是平静地接转它破了 压好的纸要趁湿的时候 一张一张地揭开 揭纸的活迹都是由老婆彭云群完成 老婆心喜手巧 不会把纸揭纳 杨再祥和老婆结婚近四十年 每天都过着这样 夫唱夫随的生活 一个小时最多能接三百张纸左右 熬夜接纸 那便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在当地有 有女墨架矮子洞 一天到晚没得空的说法 切好的纸放到楼上自然银杆 楼上是杨再祥造了十多天的纸张 有一万多张纸 能卖一千多块钱 还有爷爷说的 以前是上几百份人家筹子 现在年轻人都不愿筹子了 蛮辛苦的 所以他都不愿干这个活来年轻人 就是老同志到我的班筹子了 筹子嘛 虽然很辛苦嘛 筹子都是我们周北 传下来的五百多年历史了 现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每一代都要把它传 现在不要死传 穷水河的水和猕猴桃的枝条 是杨家造纸的独门秘籍 同样是简陋的作坊 原始的工具 相同的造纸原料与操作方法 而劳作的身影 换了一代又一代人 父传子 子传孙 传统的手艺 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 动家的三朝盛宴 灰简疤 土法造纸 这只是穷水河判人家的一个缩影 年延不息的穷水河 依然在讲述着三岁人家更多的故事 好了 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 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浏览查询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天鹅一个藏在山里 披着神秘命纱的地方 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健康而长寿 他们都住在像锅底一样的盆地里 喜欢吃辣肉 招待客人总是少不了鸡 人们信奉马拐 春天里要祭祀马拐 在马拐节里 男孩子还能找到心爱的姑娘 下期乡土 走近天鹅 了解那里的民风民俗